冲牙连续模具很多朋友说2D设计的总装图看不懂 首先我们需要搞懂模具的原理 也就是说只要搞懂原理就其实很好理解 以下面这个产品为例 一个平面产品带图包则弯的连续模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在CED当中一套完整的连续模具 它大概总装图什么样子 很多人都看不懂 像这些线啊这么多 怎么去理解其实在设计师眼中 这就是一套完整的立体图形 图板中的各个线条它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 需要用到外挂才能完成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3D的动画模具 从料袋进入到模具开始 最先通过导料架有浮生销进行导料压料以后 冲导正孔跟图包两次的拉料预送孔 而后是在预送孔产品当中冲外形 整个模具的内部构成一目了然 随后呢模具向下打图包 在压料的状态下仿形冲则弯的仿形孔 不过在打图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料要压死 冲孔的时候需要仿形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可能到时候会产品变形 而冲完这个外形孔以后直接进行折弯 折弯下肺料落孔产品都是同步进行的 那么对于这个产品 导料压料以及整个产品的落料滑出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激留下 关注杨老师学习更多模具设计相关质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